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另外一档股票 鸿海 那你今天看一下台积电的量增加的非常多 鸿海的量也增加的非常多 今天量大部分都增加在这两这两档股票 可是你注意一下 鸿海应该是可以震荡做高 那台积电我们跟你讲长线还是抗好 但是我跟你讲说 每次台积电短线急涨 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通常都怎么样 都会回档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短线急涨 有没有 这个地方就进入整理 好你再看一个 这个地方急涨 就怎么样 进入拉回 那今天急涨 所以明天顶多是高档震荡 那震荡之后礼拜三 就开始回档 那也有可能 明天就开始回档 可是各位投资的朋友 你注意一下 王老师跟各位投资的朋友 讲说我看到了这一个大行情 好 这个大行情 所以指数跟个股 你不要去限定他的空间 但是指数一下子 涨到19,300点 这个地方要降温 你看一下 这个KD都到达一个怎么样 高档 就像这个地方到达一个高档 那个这个地方怎么样 顶多是怎么样 震荡 但是最后终有一波怎么样 回档 而且这个高档是怎么样 跟这个高档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我给你看一个 这个周KD 处在一个绝对高档的位置 所以上礼拜我跟你讲 指数涨到这个地方 不管涨或者跌或者震荡 各位投资朋友 注意一下 最重要的你是选股 而且这个盘是我看到的 低估的大涨行情 为什么 因为指数涨到19,300点 各位投资人你要注意一下 有非常高估的股票 有非常低估的股票 我上礼拜跟各位投资人讲 你抓两个要劫 第一个 1519 这一档 撑在500多块 所以这个我跟你讲 就让怎么样 中高 中高价格有很大的比价空间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3017 3324 3034 8016 8016 几粒 就让这些怎么样 有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空间 因为 这些股票 都比华城 要高出一倍 EPS都要比他高出一倍 可视股价 股价 比他来的低 或者怎么样 香气不远 所以各位 黄老师跟各位投资人讲 黄老师跟各位投资人讲 我看到的一个大行情 好 今天我再跟你讲一个技巧 今天早上 大概到10点钟 我看到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涨停板 这一档股票涨停板 涨到多少 147 还有这一档股票 3376 档停板 涨成 那这一档股票 去年EPS多少 4.3 204 好 所以我跟你讲 你喜欢涨成 我奉劝你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一档股票 3548 但是今天开高走低 各位这个地方你不用怕 为什么 因为新日星 去年4块3 这一档股票是多少 去年8.76 EPS是新日星的两倍 而且同样是做怎么样 折叠手机 而且这一档股票 元月份营收比新日星的营收来的漂亮 它创新高 所以 这个股票 拉开了 这一种股票的一个相当大的挥洒空间 今天回档 那你注意一下 明天再回 可能是非常好的买 但是你注意一下 这一档股票 你看就好 这一档股票你看就好 这一档股票 是有人在炒作 它没有这个价值 这个价 有人认为是怎么样 联发科集团的 所以就他怎么样 一直在炒作 那如果各位投资 你持有这一种股票 你虚报就好 但是空手的人 我建议你 你不要去碰 好 我刚才跟你讲说 5234今天拿涨停盘 各位 这一档股票是做什么呢 面板的零组件 各位 面板 你看一下 业绩非常差 那这个面板的零组件怎么样 有些怎么样 后利稳定 有些后利怎么样 也是很差 那这一档股票 去年一撇是多少 我跟你讲 赚5块1 第四季的业绩 本业 比第三季大幅衰退 好 你看一下 各位注意一下 5块1的股价在144.5 所以我跟你讲 下列几档股票 就有很 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5块11144.5 好 你看一下 3265 去年EPS多少 6.16 是不是比新日 新日新的5块1 多1.06 而且这一档股票 今年EPS怎么样 7.5 新日新我们预估 顶多5块6到6块 再144好 这一档股票在多少 好 所以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如果对称新 达新材料的比较 是不是什么样 严重的低估 好 再来看一下 3264 7.1 比较 多少 5.79 有没有 有没有比达新材料的5.1 来的好 而且这一档股票 今天一个消息 这一档股票 老板自己讲 这一档股票是卡到Ai束缚器 各位 这一档股票 今年EPS至少6块半 6块半Ai束缚器在76.1 可是新日新 5块6到6块 给他高标6块 在145块 所以 这个怎么样 拉回都是买点 好 2472 这一档股票 去年EPS 5块2到5块4 今年EPS 我们估计6块半 有没有比达新来的好 好 结果股价不到达新的一半 所以各位 我跟各位投资内容 我看到的 大行情 我看到的大行情 好你再看一下 1513 各位 元月份EPS 0.52 EPS 0.52 股价高达多少 167 重电股 重电股 传统产内股 0.52 股价在167 好 你看一下这一档股票 税前 税前EPS 颜月份 0.79 我们把它换算出来 EPS 0.67 股价在怎么样 106 业组 业绩比怎么样 中兴电来的好 可是 3042的股价比中兴电少的60块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 涨到19,300点 股票高估的 非常高估 低估的 非常低估 好 各位投资 你对高估的股票操作策略 两种 两种 各位 如果 你持有这一种股票 或者你怎么样 你非常喜欢这一种股票 譬如说 有些人怎么样 我就是会做怎么样 华城不可以 我会做 中兴电不可以 不可 我会做四电不可 我会做怎么样 亚历不可 各位 你在这个地方 持有人 你不要再加码了 我跟奉励你 你不要再加码了 你红高怎么样 不要去杀低 红高粗 那有些人说 跟黄老师讲说 我非常喜欢这一种股票 好 你想要做 各位 你做当充就好 做当充就好 但是 空手的人 我反对 各位投资人 你去碰这一种股票 所以两种设例 对低估的股票 各位 拉回来 分批不及 为什么 这样的业绩涨到一百四十几 可是你看一下 这个业绩比他来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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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价比他低了很多 而且我跟你讲 台新科是怎么样 AI伺服器 先前是怎么样 AI伺服器 再来我跟你讲说 有两种股票也是AI伺服器 一个连接器 3665 6279 还有一种被动元件 2327 2492 3090 再来 2472 各位 这两个七块也是属于一个 AI伺服器 更何况 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1514 我跟你讲 去年一片13块6 今年一片是怎么样 去年对不起 讲错了 去年一片是三块 今年一片是多少 3块6 3块6 股价高达多少 107.5 AI伺服器 6块半 7276.1 6块半 71.5 好 6284 今天回档 非常好 明天你要注意 去年一片是5块1 今年一片是怎么样 6块半 各位 6块半的股价在84.1 3块6的股价 在107.5 各位 所以你觉得股票高估的有没有 非常高估 非常高估 那对这种高估的股票 我刚刚跟你讲 空手的人我反对你去碰他 那持有的人 你可能怎么样 红高 不要杀低 红高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些高估的股票 你思考一个问题 持有这一种高估的人 他会不会想要出 我跟你讲 他一定想要出 因为有很多怎么样 低估 那他把这个高估的股票怎么样 出掉 资金拉回来 这一种低估的股票 那赚钱不是容易 更容易赚得更大坡 我再讲一次 高估的非常高估 低估的非常低估 那高估的股票 持有这一种的人 你要去分析他的心理状态 持有这一种高估的人 各位 你认为他会不会一直跟他长相左右 不会 合理解释 持有这一种高估的股票的人 都想要怎么样 拉高 用你们进去 拉高怎么样 出掉 为什么他急得出 因为 业绩比他来得好 可是股价比他低 低很多 他把这个高估的股票出掉 资金写高怎么样 低估的来买 各位 你高估你硬推 你可能推 从这里推对不对 你可能涨这一段 那涨这一段怎么样 我把这个高估的出掉 那我钱收到怎么样低估的 那低估的股票可能 涨这么一大段 所以他再来买这一种低估的股票 赚的钱是不是更怎么样 更多 各位 所以 黄老师才一而再再而三 跟各位投资人讲 黄老师看到的一个大行情 那哪些股票属于一个低估 我譬如说这一档股票 今天 投信 先请大卖哦 今天投信终于恢复了 各位 这一档是AI伺务器 去年EPS 11.53 年月份营收创历史次高 达到62.14 今年EPS怎么样 13.6 13.6 再211.5 好 3362 今年EPS怎么样 可能4块半到5块半 我们给他5块半 5块半的股价在277.5 13.6的股价在211.5 各位 你对先进光 你持有这一种股票 你会不会想要买 正常分析 你觉得他会不会想要买 我判断 百分八十都要卖 空手人他会不会买这一种股票 不会 那他可能怎么样 先进光可能要红高拉高 怎么样 出货 你EPS只有5块5 我出掉 拉回到见顶 EPS13.6 股价只有21 各位 先进光可能长这样 可是我来买怎么样 见顶可能怎么样 长这样 懂不懂意思 这个就是怎么样 比较利益的分析 所以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明天 盘市会 全部天 天长变 全部会天长 但是有些股票怎么样 高估的股票 主力 还会怎么样 硬做 所以我跟你讲说怎么样 你喜欢你怎么样 当冲 那 哪些股票高估 各位 你认为这个怎么样 去年EPS0.19 一月份EPS-0.25 细光子 去年EPS-0.19 一二三 去年EPS-6.16 细光子 去年元内份EPS-0.25 元内份EPS-0.66 这一档股票拉回都是买点 那你喜欢这一档股票当冲 但是 我推算 持有人 红高想要拉高出货 因为怎么样 出掉之后 他买低估的股票 我买这个低估的股票 可能涨这样 你这个高估的股票 你再推只有这样 懂不懂 所以黄老师跟各位投资人讲 我看到了一个什么大行情 另外这一档股票 各位投资人注意 这一档股票要有大行情的 我跟你讲说 在这个地方 外资 各位投资人 我们给你看一个资料 你看一下外资 卖多少 这个地方 1万多张 外资 卖 外资 卖 全部都被他怎么样 换手掉了 而且这一档股票 各位 占到所有的金线上去 所以明天注意一下 我认为 3307 顶多 3017 各位 我这一天跟你讲说怎么样 压低金货 各位 你持有这一档股票 还有 这一档股票 你就怎么样 细报 那细报你怎么样 你可以针对你手中的持股 高出低不差价应对 各位 空手的人 我反对你进去买这一档股票 买这两档股票 还有这一档股票 今天我判断这一档股票 拉开高走低 一定会收黑 为什么 你会看盘就是 今天开高 这个地方一直震荡 那我发现怎么样 这一档股票拉高这个地方 有人在做 一直在做调节 所以各位投资 你们注意一下 你持有 明天有四档股票 3017 3324 2376 6223 你持有这四档股票的人 空手人 空手人不要再买了 持有人高出低不差价 明天你买的 注意 注意这一档股票 3483 注意这一档股票 2421 注意这一档股票 好 明天 最应该注意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为什么 KD已经到达低档 所以我跟你讲 有没有今天 投信开始回补了 这家 投信开始回补了 为什么 他业绩派棒了 今年13块半 股价在 是Ai157 股价21.5 Ai157 13.6 21 好 3362 经理EPS 不会超过5块5 股价在怎么样 277 所以各位 这一档股票一定有大行情 各位 投信人 你听进去 拉回来 分批定点承接 再来被动眼镜 我上礼拜 我跟你讲 拉回到这一个 2555 559 以下 你可以先买怎么样 第一个点 好 假设你今天买第一个点 各位 明天涨 不买 如果明天继续跌 跌到什么程度 你可以怎么样 再做 第二个点 你再买一张 但是不要太接近 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比这一档股票 业绩好很多 这一档股票已经涨到怎么样 980块了 所以各位 投资人 明天 明天 如果你今天 冯帝没有买的人 明天 等下来 你可以买 那今天你已经买的人 明天 不要买 等到什么时候 第一档可以再做 第二个买点 我会跟各位投资人讲 所以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说高估的股票 有些细光值高估 有些PA 你认为这个股票有没有高估 我认为高估 所以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我认为 细光值高估 PA 高估 重电 高估 甚至 6824 6829 千户精密 6806 深微能源 这一些都高估 这一些都高估 那么哪些股票严重低估 我跟你讲 Ai伺服器 但是Ai伺服器 我刚才跟你讲过了 它是做轮障 所以Ai伺服器一个主軸 再来车电 5年 星群 1522 1319 6 6284 6605 3003 这些地固 好 再来怎么样 台积电一条龙 什么叫台积电 各位去跟你讲过 台积电联电 那台积电明天 应该要拉回台积电不要去追 你明天注意怎么样 联电 好 那台积电一种怎么样 包括了怎么样 IC设计 那IC设计 我跟你讲 看了最好的是哪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各位 这一档股票 还有 3014 还有 2458 还有 3034 还有 2454 我跟你讲 这个不要去追高 这个属于一个震荡走高 所以IC设计 好 好 矽晶元我跟你讲说 也看好 台积电一条龙 5483 可是怎么样 他办现金增资 你要预防怎么样 有些人卖劳股 任心股 但是我认为 纵然卖劳股 任心股 也怎么样 也低档有限 因为 中美金合金 真的非常低股 好 再来一个7块 轰测股 这一档股票会大涨 这个获得AI伺服器的订单 而且这一档股票比怎么样 比金盐店来得好 金盐店股价涨到怎么样 96 所以3264严重低估 那你看一下6239有没有 历程 371 好 再来我跟你讲设备股 我当时跟你讲说 6438 好 再来我跟你加 加一档股票 3583 可是3583 这个地方不要去追高 为什么 所以 我跟你解释 这个地方 超大量 套住了 所以他必须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来回的相形震荡 那相形震荡整理完之后 各位 这一档股票 我认为有大行情 所以设备股 Covus 各位投资人 你紧盯着这一档股票的一个变化 你紧盯着这档 好 再来注意一下 业绩股 6176 3163 各位 这些拿回来都怎么样 都可以布局 所以黄老师最后跟你做一个总结 19300 各位 黄老师看到 股票高估的非常高估 低估的非常低估 我看到这一种低估的股票 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各位 你一定要资金摆在我跟你讲的低估的股票 为什么 我跟你讲 5234 我讲白一点 再笨的人 真的 这个EPS5块1 再147 3265 6块多 而且是AI伺服器 再125.5 AIS伺服器 业绩比怎么样 比达兴电 达兴材料业绩好 股价比他低一半 3044 业绩比怎么样 比先进光 好两倍 所以 各位 高估的股票 我刚才教你怎么操作了 低估的股票 拉回来 开始布局 也就是走到一万九千三 这个地方会大涨的股票 就是怎么样 低估 真正有业绩的股票 会一档一档串出来 各位 如果是我的会员 请你放心 黄老师 已经帮你守定了标的 我跟你讲 我还没有加码 当我加码 第一个点进去 加码 第二个点上去 就会像 这一档股票 我们会员 老会员 从头到尾 真的 赚三倍 各位 想要这样赚大钱的人 请你跟我们的会员 一起来布局 各位 想加入我们的会员 请你怎么样 赖进来 跟我的助理联络 说家 说家 要加入黄老师的会员 今天跟投资朋友 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